意大利第二届茅台杯赛马比赛与比萨San Rossole马场圆满举办 2017年11月12日 比赛赛马场San Rossole举办了一场由贵州茅台赞助发起的第二届茅台杯无障碍赛马比赛 比赛由下午1点半开始 此次参赛选手来自瑞士、意大利、德国、法国等世界各个国家 所有赛马的马匹均为世界著名优良品种 阿拉伯纯种马 比赛当天虽英语连绵但赛况精彩刺激 人们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天气的恶劣而减退 比赛最后 意大利茅台负责人Luca Barbieri亲自颁发奖杯和茅台给得胜者 来自瑞士的Maria Hackman-Eriksson 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 负责人Luca Barbieri向大家介绍了贵州茅台是与威士忌白蓝地 并称为世界三大烈酒的白酒 是中国长期以来积淀而成的文化瑰宝 也是中国引以为傲的果酒 它是由传统蒸馏技术融合现代化科技制作而成 酒味绝美醇香 此次茅台杯赛马比赛 无疑是打开了贵州茅台的世界之路 让全世界都看见茅台的独一无二 这一切都看见了贵州茅台的独一无二 这一切都看见了贵州茅台的独一无二